没有一个能打的 谁到了 患者这一块我都玩够够了 没有水平 主播主播滚刀 患者患者滚刀 没有一个能说出实际问题 哗哗就给这要画面 你真的是患者 哥们你上来 你37级号 你上来 你要不是患者的话 我罚你个跑车不过分吧 是不是不过分 来你上来来 不是患者 我是有事情 想咨询一下 你说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 就是我老婆想带着女儿 去美国 你们让猫咪等会儿 猫咪等会儿 我这现在有患者 媳妇孩子想上美国 对 但是也不是说是去那边定居 因为她姐姐在那边 她姐姐也不是翻墙去的 是留学过去的 然后她想把 加州 因为她姐好像在甲骨文上班吧 好像是 甲骨文的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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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因为我孩子是明年上小学嘛 她就说现在想把孩子带过去 带过去就在那边感受一下英语氛围 想提前把英语学一下 我就有点不愿意 孩子多大今年 还是五岁 明年才上小学 太早了 太早了 你再看看十年再学英文都来得起 他就给我的感觉 他已经想定了 然后也没共 他感觉就是我老婆现在就只是通作 然后呢 他说他已经跟他姐 你现在老子讲这么一个道理 根据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 就是十年前 十年前 大家 我就是我十四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那还是文曲心儿呢 你先看看十年前到今天已经同声传译了 对不对 你再等孩子十年后 这个语言还是不是一个优势 不好说了 这是问题一 层面二 你会讲中文的老外 到中国你可以当网红 当外交 左拥右抱 会讲英文的老中 到美国从刷碗开始 意义是啥呀 对不对 我是没想过让我女儿 我就这一个女儿 而且我家庭条件 我们家庭条件还可以 我在中国可能上个总场吧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公司 就是说我肯定不会 除非我女儿主动的 说她想出国去留学 或者她成绩特别好 我会鼓励她出去 但是如果说她不愿意出去 她待在我身边 我觉得很好 我也没想过 我告诉你 国外长大 孩子在国外长大 要付出一个很严重的代价 当然她也有收获 她在国外长大 我实话实说 她会比国内 同龄的小孩要快乐 就是所谓的快乐教育 学业上面压力确实不大 真的有 确实不大 但她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她跟咱们 咱们国内的同龄小孩来比 就跟个弱智一样 没有 我是不会让她在国外 接受教育的 她就算想到国外去接受教育 那也起码要跟我在国内读到大学 对 国外大学你愿意出去度个金呢 或者愿意去外面读个研读个本 我觉得这没问题 我觉得这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现在担心的 如果说我劝她劝不过来 加州自然怎么样啊 我一天到晚在国内的新闻就是 病病病 什么学校里面病病病 商场里面病病病 治安还好 就是治安虽然说一直在发生治安问题 但这个东西有幸存者偏执哈 但凡发生一次 我就跟你汇报不了治安状况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要是出事 我就不可能跟你再讨论治安的问题了 因为她不是说 就是有个疯子 低了个大砍刀 要哪跑 她不是这么简单了 嗯 你说是吧 毕竟因为是她娘娘过去 我不会过去了 因为我这边确实是走不开 你今年有大岁数啊 我35 要她去吧 你要她去就完了 我这边真 我 我 你现在又有这条件 她去完了你 我天天在一起 她你走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大哥 大哥你是怎么想的 但我说实话 我是那种女儿如 我说实话啊 我我老婆要是出去了 我很开心 但是但是我女儿要是出去了 我要是长时间见不到女儿 我就有点 啊 竹心骨就没了 啊 不行不行 我说实话 我要不是因为 我爸走了 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哎 那不行 这这也最我不惨 而且 而且我 而且说实话啊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我今天还在跟他说 我说美国一天到晚 不用不用 我说你去了干嘛呢 我也不在你身边 他没你想的这么快 你再顶多是给人加个KD 哥们 你在的话 有给人加KD 你多啥 你是电影看多了 你一毛腰 你就躲过去了 别人跟着 站着卖单光 还干个跟头 你在你就增加KD的 你加人头 你送人头的 你是 对不对 你真碰上 谁也别说 全老实 全民老实 但是确实 确实这个事 虽然说有发生 但是确实不是说 倒置于天天都 都那个什么 不知道那个地步 而且它也分区域 华人区来讲 相对容易丢东西 但是发生病毒案件 确实不高 因为美国 我说实话 我没去过 就是加州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州 就是 加州是对非法移民 比较包容的一个州 是你在这 就算身份非法 抓住你 也不能往处赶 顶多给你个地界令 不会真是拎着 你给你送出去的这种 这种州 很多非法移民 都愿意在这 就自然很乱的 那个州是吧 看区域 看区域 开车十分钟之内 甚至一边天堂 一边地狱 能到这个水运 就比如说 洛杉矶的当场 十分钟 他去 那就那就不一样了 他去是住在他几家 他几家好像是个富人区吧 富人区 相对来讲 自然能好一点 他几个那几夫 好像都是甲骨文的 那甲骨文 不错 那个工作应该 他们都是读书过出去的吗 都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然后留学过去的 你姐是属于甲骨文 哪个部分 甲骨文字节跳动的 不是我的姐 是我老婆的堂姐 你大姨子 对对对对 你大姨子 你大姨子属于甲骨文 对接 对接那个 我跟那个大姨子 我就只 我跟我老婆结婚有六年嘛 我就只见过一次面 你跟你老婆就见过一次面 我跟我老婆的大姨子 你跟你老婆大姨子 咋的 你还想见几次 天天见的 你还想 不是 所以说我也不是 你说说话 你跟大姨子 见一次面 就见一次面 你说说干啥 你啥意思 你招姿梦想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提这个干啥呀 对不对 你见一次面 他在具体哪个部门 具体干嘛的 我只知道 他好像是在国内 是学的那个 数学的那个什么应用 他大姨子 跟美国变应用题的 你给你老婆 你老婆还你四个 我说实话 一共出去几个头 我是学渣 我是学渣 对学数学 一般华人在海外 就是进这种大公司 都是从数学角度进去的 精算啊 会计啊 然后数学应用啊 就是几何啊 就是都从这怎么进去 但他在哪个州 他在加州 在加州 在加州还行 南加州北加州 那我 我还是今天带着老婆孩子 去老亲娘家里了 我明天回来问一问 我到时候再跟你私信一下 谁看呢 因为我 讲话逢场作息 就是这一会聊完得了 下去我还可以看看你私信 我那么大都得打理 信信信 接受不了实话 不是太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天 我一天上万条私信 我真看不过来 我真看不过来 我一条一条读不过来 因为我是前几天才开始 前两天才开始关注你的 但是我觉得你 你讲话就很正 就很实在 东北话 你们北方话 就是很实在吗 我挺客观 我认为我挺客观 孩子出来能问一下感受玩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但是 我觉得问题在你老婆身上 在他这个堂姐 跟你老婆说的话身上 因为我是做的行业 就是现在 就在国内 现在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行业 现在就在网络上 天天喊打 我做医疗板块的 然后 然后有 然后 医药代表 我 刚工作的时候 属医药代表吧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现在 反正 反正这个事情就不谈了 但是我知道美国看病贵 美国看病特别贵 为什么呢 美国看病一定要有保险的话 保险报完了以后 其实不贵 报完以后其实不贵 但是费用你不能折合人民币 折合人民币也贵 我有一个同学回来 就初中同学 关系很好的 就发小 从小是和初中一起长大的 因为高中就分流了 然后 他跟我讲 他从美国 他第一次到美国看病 他不知道 他挂了个急诊号 然后2000刀没了 急诊 如果急诊 有保险也有可能收你几千的 这得分他保险 保险首先品类有不同 HMO和PPO的 这两个是有两种性质的 这包险 所以说我对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在国内来说 我从来不羡慕到国外去的 我自己也从没想过去过 那不是 哪怕我的事业能更上眼 你看你上一个 那什么法师 那羡慕够呛 你说猪肉贵点 他都不乐意 对不对 你说人家 你说猪肉贵了 他都激眼 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说你 我唯一去的 我到过几个国家 我唯一去的 你别到国家了 你都没去过什么国家 你就别说了 我建议你 让你媳妇 跟她大姨子同话 你也在场 去真的认真摊开聊一聊 因为海外待着的亲戚 总好给你报喜不报忧 忧都是你自己看着的 喜都是他给你说出来的 不够客观 对吧 我建议你是就是 真正最好的话 就是跟他大姨子 你跟你得聊聊 你比如说你推荐我们去 像我们这种水平能干啥 你听他说一说好的 你再问我说一说差的 对吧 你看刚才早上 我不知道你几点开始看的 就是咱们刚才连那几个 在美国待的 不问人家了吗 挣多少 不剩钱是普遍状况 不剩钱是普遍状况 因为这个社会 它跟咱家有点不太一样 咱家大哥是 就是说真说 真说开劳斯莱斯的 吃路边摊也有 美国这边是说 你每到一个级别以后 你就有一个级别的生活 这种说好听了 是属于就是穷人富人 说不好听了 其实就是资本 你挣一千 有一千的活法 我说实话 我是 挣一千也没说饿死 挣一千有一千活法 你挣一万有一万的活法 谁都是不剩钱 明白吧 我说实话 美国 我说实话 有些时候 我可能看东西 我看的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美国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怎么可能会有什么 天堂呢 天堂也是富人的天堂 它不可能让你低学历高收入的 这是本质底层逻辑 明白吧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 在中国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低文凭高收入了 只有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候 或者飞速衰退的时候 才存在着低学历 同样能控制到一些一部分社会资源 从而发财 只有在社会飞速发展和飞速衰退的时候 美国在这个所谓的飞速发展 它用了一百年 基本上每一步 它都是属于大家都提前预计好 比如说现在的现在的医疗资源 很多人在这个公立的医疗资源之下 抽出更多的人 让公立医疗资源变得更繁忙 去拿出这些人就开始尝试去搞私立的 这个医疗资源 私立医院 而私立医院这种收费 不是正常老百姓能收费的起的 受众群体太小 于是他们想拓展这个面 怎么拓 给你拓出90种性别来 你不得你不得做手术吗 你不得吃药吗 这都叫医疗资源 这就叫资本控制 在他每做这一步产生这种事的时候 都不是说先产生90个性别 才有这个医院出去开始玩这个东西 而是说医院医疗资源 已经抽空了公共资源里面 很多的这个效率 然后他才会去研究 有了这个资源在这以后 才研究接下来怎么办 然后去尊重大家的性别选择 就是等于他已经 是这个模式 对他已经是属于 背离了自己初衷了 他的初衷其实是 说实话 当时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地方 当时他200年前 他建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那本册子 他当时发 这个阿门这本书上 这本书上是写了很多很多 包括他们的这个纲领里面 写的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之完美 就绝对是梦幻国度 这无庸置疑 今天这本书也没作废 但是今天所有出的东西 跟这本书里面都背道而驰 最简单的 90来个性别也好 怎么着也好的 这是能翻脸的 包括说你全世界 你在哪 你觉得不好 你要来 我都打开门欢迎 结果框下门关上了 不让进了 难民就就511发案 就直接不让进了 他干的事都在不停打自己的脸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说 你要说咱家定个规则 进门必须脱鞋 你说我明天改了 不脱也行 可以 你是小家 大家 你定定的金门必须脱鞋 完了就不脱也行 甚至穿钢丁鞋也行 那你这不就没有原则了吗 你明白吧 他每一任家长 就是每一任家长在这当家的时候 这些规则都在不停的 你要说就完善了 那还好 你要说改完了以后 直接冲突了 他就遭骂 所以为什么这地方那么多人会骂 走道卡根头这个老头 下一任上来 如果能把整个这些东西 全都扭转了 就突然间邦一飞冲天了 那我跟你说 那可能他又能回到 从那个往日的 那个所谓的辉煌 但是看这个情况 你就天王老子下来 现在他也是这个水平的 能把官方宣布的 将近5%的 这个美联储 美联储上面 能把5%的利率 能给他下降下来 那就算不错了 那就算下一任 就算不错不错了 你再往后看 一任上了四年 你再往后看 一任一任 你哪年他才能再翻过墨来 你现在都在下面看 刷碗挣多钱 看他挣多钱 这种是没有用的 这种是永远都存在的 毕竟钱不值钱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其实就是看你的一个视频 你这一句话 我信 我觉得你讲的 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也特别通俗 就是你在 国内这个辞职会淹死 你到美国去了 照样会淹死 也游不起来 你在国内是底层 你文化学历不高 你不拼搏上进 你到国外同样水平 不可能让你当人上人的 那你想你下面是谁 你文化学历不高 你语言不通 你身份没有 完了你还能不当底层 你不当底层 谁在当底层 那社会不可能不存在 可是我看你那个视频 你的那些视频里面 好多人还不信 还要给你辩驳 我告诉你 就包括刚才连麦这小子 包括不信的 包括互联网上 我们连麦卖死降的 你就看他们都有统一特点 统一特点 一穷 二降 三没去过 硬个人扒扒 你明白吗 这些人穷 他有穷的道理 他穷是硬道理 他这辈子肯定不可能负 二降 就等于劝你还不听 三 就是 别说那个三了 就是一跟二 就已经决定人生高度了 又穷又降 说他们是肯定不听的 所以说这个就 这是整个未来发展方向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我建议你 真想往外走 但是说实话 我有时候也会 我其实这两天 我看到你的视频 但是我反而有些时候 我也佩服那些人 什么呢 敢死家企业 敢什么都不顾了 敢翻墙过去 那也是需要勇气的 说实话 我没有这个勇气 一穷二降三 认知低下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绝对 绝对的特征 我说实话 我是没有这个勇气 都是这个特征 都是这个特征 所以才导致他们今天这样 好吧 好好好 谢谢 你再看两年 你看那个 2026 我就等这个 我就等这个2026 米加末世界杯 它能回头 它能抬头 就留 因为这个 它不单是个世界杯 它是个经济 它是整个北美洲的经济 经济支柱 如果这两年好了 那就还能玩 不好 找紧测 好吧 再看看 懂点事 我不是不是 看不看两年 北美洲的经济 跟我没关系 我只关心我自己 你下去 我没说 让你这方面懂点事 哦